梅西当初真的应该加盟黄马 狠狠地打巴萨的脸 根据西媒的报道 哈维觉得梅西的回归会破坏巴萨重建 所以他不希望梅西回来 之前说想要梅西 一方面是帮拉布尔塔在巴萨球迷面前挽回形象 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转移人们对于裁判文事件的注意力 从2014年到2020年的这六年间 哈维曾四次拒绝巴萨的指教请求 然而在2021年11月 也就是梅西离开的三个月后 哈维却走马上任 成为了巴萨的主教练 从因谋论的角度来讲 驱逐梅西或许是哈维指教巴萨的条件之一 在梅西离开巴萨的时候 弗洛伦蒂诺曾公开表示 黄马的大门永远为梅西敞开 当梅西还只是巴萨清聚营中的一名无名小将时 黄马就已经开始对他追求 在巴萨高层与梅西签订餐经纸合约的时候 黄马的团队就在餐厅外等候 在梅西效力巴萨的期间 黄马也没有停止过对梅西的报价 最高的一次报价甚至超过了2.5亿欧元 而每一次梅西的回答都是 不要浪费时间了